感情世界和勇敢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14号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11月15号星期三 中共党魁已经到了美国了 但是他非常担心会遭到刺杀 所以不仅提前要纽三书记封锁了旧金山 而且是增加了数倍人手 重点盯防那些抗议人士 甚至还发出死亡威胁 但是习近平绝对想不到 中共外长王毅提前给他布置了一个灵堂和灵车 诅咒他 客死他乡 另外今天我们还会说一件非常诡异的事 福建泉州的一个区长 在吃饭的时候溺水死亡 可是我们经过深挖其中的一些细节 发现他的死亡比李克强的死亡 那还是蹊跷诡异 说这些内容之前 还是向大家推荐一下 我超级爱喝的台湾阿里山高山茶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款茶叶 在9号的时候 我向大家推荐了之后 我们当时只是近来20多斤茶叶 我这一推荐一下就全都抢光了 还有不少朋友没有抢到 但是是预定了 这说明大家都爱喝这种茶 也知道台湾高山茶的品质是上乘的 这种茶泡出来的茶汤是金黄色 而且第一泡就非常透明 不像其他的那些茶叶第一泡得倒掉 这种茶第一泡就可以直接饮用 口感非常好 喝到嘴里边那种感觉就是清清爽爽 没有色的味道 我推荐的这款茶是冬茶 什么是冬茶 就是10月到11月这个时间采摘的 也就是说这是新茶 刚刚采摘下来的 大家知道冬茶本身产量就少啊 而且又是来自阿里山 1000米以上的茶区 又没有使过任何的农药 所以它的市面的售价是比较高的 因此总有人鱼木混珠 这些不法之人 用混装茶来冒充这种台湾高山茶 但我既然向大家推荐 我就敢可以向大家做保证 我们是跟厂家取得直接联系的 所以这个产品是绝对保证 正品的价格比市面还要低很多 大家知道这个原价啊 它的两袋茶就是这样的两袋啊 是300克 卖价是多少呢 这个市面价格是79.8美元 但是您如果使用我给您的折扣码 打85折之后 您享受的价格就是67.83美元 这比原价低了近12美元 所以呢我觉得哈 这个一是茶品有保障 二是价格非常低 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 抢购 那高山茶我们就先介绍到这 以后啊 我还会向大家推荐更多的 非常低价 非常好的商品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把蓝卖优品的网址啊 保存下来 这个网址呢 就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大家保存以后 将来买东西呢 就方便很多 那下面呢 就说咱们今天的话题 中共党魁今天抵达旧金山之后 跟拜登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会晤 然后呢 又跟美国的企业主们一起吃了个饭 但是习近平可能不知道啊 因为他的到来 旧金山民众加深了对他的厌恶感 民心都失到国外了 也真是没谁了 在中共党魁抵达之前 加州州长纽森 几乎是复制了 原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 清理低端人口的做法 他以前所未有的行动 将八千多名街头流浪汉和吸毒者 是通通都赶跑了 清理一空啊 并且在旧金山市区 架设了两米五高的围栏 而且现场还加派了很多的职勤 除了警察之外 还有美国特勤局和国民警卫队的人员 估计这个总安保人数有几千人之多 纽森的这些做法非常中共啊 很像是中共的党委书记 当然了 纽书记呢 也是直言不讳 他昨天就公开表示嘛 说这么做是为了让中共党魁习近平高兴 这位左派官员他并不觉得羞耻 他声称如果你家里来了人 你就得把房子打扫干净 不错 谁家来人呢 的确都应该是收拾一下房子 但是我们都知道 自家房子平时不也一样要打理吗 难道纽书记家里边平时就是垃圾遍地 一片龌龊吗 这简直是有点无法理喻嘛 特别是在街道上 如果来了家人来了客人 你架设铁围栏干什么呢 纽森自家来人也要这么折腾吗 左派官员呢 他就像中共一样 喜欢做面子工程 只要稍微有理性的人 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不过咱们不说纽书记 折腾旧金山民众了 也不说旧金山民众 多么讨厌这个中共党魁 咱们就说这件事 反映出来的问题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点 就是习近平的确非常非常怕死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大家知道纽森前不久访问了北京 当时那一尊是真给他面子 屈尊见了纽森 我们无法知道主仆之间 究竟说了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纽书记回来之后 在旧金山就是大动干戈 不仅倾走了路边的流浪汉和尹君子 而且还在路边装设了带有铁丝网的铁栅栏 可以想见一定是中共党魁 对纽书记有特别要求 要他把中共旧金山特区 这个安全保卫工作做好 然后呢 中共党魁抵达的时候 就不能看到有人来抗议 更不能听到枪声 大家知道中共党魁在中共国内出行 都是提前清场 调集群众演员 听一尊高谈阔论 对吧 同时呢 也会安排大批的军警人员 把持各个路口 临街的居民楼里边 还派住人员专门去盯手 在窗户那看着 为什么呀 就是怕有人暗中放冷箭 怕一尊遭到暗算 原因是显而易见 坏事做得多了 自然就担心 可能会有仇家伺机报复 中共党魁当然也非常清楚 很多在国内遭受到迫害的人 是逃到了美国来了 一直都在用各种办法 向中共表达抗议 那这次中共的大脑袋来了 哪个遭受迫害的人 他不想当面去抗议 谁不想让中共党魁 在国际社会面前当众出丑啊 我昨天就看到了相关的视频 其中这个耿和女士 就手举着高之胜律师的照片 边走边高喊 释放高之胜律师 还有人直接高喊 打倒习近平等等等等 那更让中共党魁害怕的是 美国宪法规定 合法公民是可以拥有枪支的 这对中共党魁来说 就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危险了 虽然不一定有人会向习近平开枪 因为再允许你拥有枪支 也不能随便开枪杀人不是吗 可是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中共党魁坏事做的太多 制造的缘情太多太大 当然就有这样的担心 据现场抗议活动负责人 借力建向自由亚洲透露 在旧金山APAC会议现场附近 突然冒出了许多华人面孔的 安保和便衣特务等等 那些人是步伐十分矫健 他怀疑可能是中领馆派来的 借力建说 华人对我们的监视拍照 还有一路尾随 原来可能就是五个六个 现在是三十个四十个 你看这个人数增加的 成倍成倍的往上增加人手 专门盯防这些抗议人员 而且还有更严重的 据被香港政府悬红百万通缉的 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怡透露 他已经收到了死亡恐吓 他在贴文中 附上了对他的威吓攻击的留言截图 那不仅这些 中共代表团为了保证一尊的安全 已经包下了整座的锐籍酒店 实行是全方便的这样的管理 据旧金山媒体报道 任何未经授权的人不得入内 甚至不允许记者在外围拍摄酒店 有台湾媒体记者 在酒店外的公共区域 想拍摄酒店的外观 然后有一名中共的特工就过来说 不能拍摄我肖像 以这个作为理由 不仅阻止拍摄 甚至要求记者删除照片 那个中共特工说 这是我们的私人的东西 请不要拍摄 你们可以拍酒店 但白色的棚子 不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那是我私人的财产 台湾记者就反驳 说我们在公共区域拍摄 这里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只拍酒店而已 那个中共特工回应说 拍酒店当然可以 但酒店也是我们全包了 理论上也是我们私人财产 你看这是多牛气多霸气 不过尽管有中共特工阻拦 但还是有人拍下了一些酒店的情况 酒店全部换成了中共放心的人 在门口等等这些地方 都有中共的特工在把守着 中共党魁怕死 这样的安保当然不奇怪 奇怪的是 中共的布置 大量的使用了白布和黑布 完全来了一个黑白搭 网络视频和照片中都显示 这座五星级酒店 很多地方用白布包了起来 特别是车棚这个地方 也用白布给覆盖了起来 视频拍摄者 一边拍一边笑着说 如果摆上花圈那就是灵堂 再看从这里出出进进的车子 都使用黑布包裹着 这看上去跟灵车没有任何的差别 只差车前边摆上一束花了 这种诡异的布包 你会想到什么呢 美国有句话 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 走起来像鸭子 叫起来也像鸭子 那它就是鸭子 有网友非常搞笑 在批图中给加上了一些元素 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画面中看到的这个样子 还有这张图 我就不一一的描述了 大家一看就懂 免得有人说我们影射 说实话 我是真搞不懂 中共为什么这么不知呢 是因为魔鬼的认知 完全跟人类是相反的吗 还是因为中共团队内部有反习的人 用这样的方式嘲讽 甚至诅咒习近平克死他乡呢 这是非常让人疑惑的地方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中共的领导人外访 那中共外长都会亲自部署当地的使领馆 安排接待 安保 用餐和休息等等 对吧 这是中共外长的职责所在 网易今年已经70了 一个70岁的老人 你说他不懂黑白搭和灵堂灵车布置等等 这样的说法会令人信服吗 我是不相信 那么这就非常让人怀疑了 这个网易它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 我注意到有网友发帖嘲讽 说让习近平给秦刚官复原职 为什么呢 没有秦刚 王毅就给你办丧事 把你给发丧了 不过像这样的事 在中共内部真是接连不断的发生 让人感觉到既可笑又奇怪 比如前天 中共顶级喉舌新华社 有一篇拍马屁的宋盛文章 最可靠的主心骨 最可爱的人民 文章通篇都是在吹捧 习近平如何牵挂灾民 如何对受灾群众实施放心不下 为了体现出中共党魁 惦记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 文章还特别提到了 2014年云南鲁店地震 2020年安徽殉情严重 和2021年山西罕见暴雨 这三件事 都表示说习近平去了灾区 但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习近平去的时间 并不是在灾情发生当时 而是在灾情已经过去了 完全消退之后 去云南鲁店地震灾区 是在五个月后 去安徽灾区 是在一个月后 到山西灾区 是在三个月后 就是这篇 让明白人笑掉大牙的文章 还被人民日报 给放在了头版头条 首先呢 我应该说 不像是被人高级黑 被人高级黑这种可能性很低 就算是作者假如说 有高级黑这样的想法 也不一定能过了 几道边审的关 大家知道 像这种中共顶级的喉舌 政治审查都是非常严格的 更何况是两家顶级喉舌媒体 在中共完全定于一尊 这样的政治形态下 很难想象 中共的官媒 敢明目张胆地嘲讽习近平 就是说呢 中共啊 它绝对不会是这种 明目张胆地高级黑 所以我认为呢 这种啊 就是中共内部 黑白颠倒 美丑不分 因为它跟正常人类 完全都是相反的 它是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所以有网友呢 就嘲讽说 谁是最可爱的主星骨 谁是真的英雄 这个文章下一段就取笔暗示 反正不是你习近平 另外一位网友呢 就哈哈大笑之后说 一粉胜十黑啊 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呢就不多说了 再说就成了搞笑新闻了 其他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呢我们来说 另外一个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昨天大陆一位网友啊 一条微信聊天记录 被人给曝光了 揭露了一起离奇死亡的消息 帖子中这么表示的 说网友所在的当地的这个区长呢 在水上餐厅吃饭时 地板玻璃突然破裂 人掉下去淹死了 聊天截图中啊 还包含了当时目击者拍摄的照片 画面中呢显示 餐厅室内的四块地板玻璃 全部碎裂了 桌子被木架支撑着 几把椅子被移到了房间的角落 截图中还可以看到 有一位跟帖的网友呢 直接说出了逆亡者的身份 是福建泉州市洛江区区长苏汉廷 在聚龙小镇吃饭的时候 掉进了湖里 自己不会游泳 最后死亡了 泉州市惠安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对媒体表示 事情发生在11月9号 说当时共有两个人溺水 其中一人死亡 死者就是洛江区原区长苏汉廷 据说苏汉廷是旅行巡视员职责 参加培训 期间就餐餐厅玻璃地面破裂 导致悲剧发生 但是事后 这个餐厅立即组织了人力警救 可是因为苏汉廷不会游泳 被救上案之后 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就是说死了 我们都清楚一点 现在的这个信息传播都是非常快的 因为这个网络是四通八达 如果有怪异的事情发生的话 那应该很短时间就会在网络上发酵 如果是玻璃碎裂掉进湖里淹死 应该说这种事很蹊跷 所以估计用不了多久时间 就会在网络上疯传 可是大家看他的这个时间 网络上流传的比较早的帖子 时间显示要晚了好多 这就很让人怀疑 苏汉廷真的是在9号掉进湖里淹死的吗 如果说李克强死亡令人觉得蹊跷 那么这个苏汉廷死的 我觉得就更加离奇了 不亚于李克强的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接着往下看 大陆记者随后打电话 联系了餐厅的工作人员 问11月9号是不是有顾客 在就餐的时候落水溺亡 这样的事件发生 那个工作人员说呢 不清楚此事 网络信息截图显示 有人是在12号的晚上 发了帖 提到了苏汉廷吃饭的时候 掉进湖里淹死了这件事 那也就是说 苏汉廷的死亡时间可能是在11号 这一天是个星期六 人们已经休息了 按照网络的信息时间来判断 显然惠安县的工作人员撒谎了 起码就在这个时间问题上 没有说事实 当然了 小小的工作人员 他不可能自己自作主张 他也没这个胆量 所以呢 判断呢 应该是他得到了领导的受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当局为什么要改出错误的时间呢 另外昨天下午 泉州市殡仪馆的一位工作人员 向大陆媒体记者透露 说从巨龙小镇溺亡的苏汉廷 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 人已经出殡了 大家看这个出殡的速度 其实也是够快的 才一天多的时间 而当地的警方对记者谈起这件事的时候 也是三肩其口 虽然承认涉事酒店已经停止营业了 但是对苏汉廷溺亡这件事却是相当谨慎 我查了一下公开的资料 关于这个地板的情况呢 网络上的信息是这么显示的 玻璃地板的标准尺寸是600×600毫米 就是600毫米建方 地板的厚度呢 分为几种 有30毫米 32毫米 35毫米和40毫米 我们就以30毫米 这个最薄的这个厚度 玻璃地板来说 大陆各家玻璃厂 宣传材料上都表示 30毫米的这个地板 经过权威检测 单块可承重一吨以上 如果是这样的承重量 同时两个人落水的体重 应该不会超过一吨 几乎不可能 即便再加上两个人的体重 也不太可能压他这个玻璃 有网友晒出了几张苏汉廷以前的照片 我们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被圈了红圈的这个人就是苏汉廷 有网友指出 苏汉廷看起来很年轻 身材并不肥胖 甚至比较匀 这样的体型最多也就是150斤左右 75公斤左右 水上餐厅应该运营一段时间了 别人都压不他 为什么他上去就压碎了玻璃 还掉入湖中淹死了呢 另外大家知道既然是水上餐厅 应该都配备着救生圈的 而且餐厅都有随教随到的服务员 那么区长落水的时候 没有人呼救吗 如果有人呼救 为什么没有人给区长送救生圈呢 旁边的那些人都在干什么呢 当时有几个人在吃饭呢 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帖表示 我就住在那附近 附近木桥上有很多救生圈的 不明白为啥没人救 另外有网友表示 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有人就提出了质疑 堂堂的区长去吃饭 与人同时落水 那个人顺利得救 区长却死了 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否被他人设计陷害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苏汉廷从2015年开始任洛江区区长 2019年12月31日卸任 现任是全州政府办公室 二级巡视员 有网络消息表示 苏汉廷是2015年3月 落马的前全州市委书记 徐刚的秘书 2008年4月到2013年2月 徐刚任全州市委书记 随后被提升为福建省副省长 但是徐刚只当了两年的副省长 就落马了 被判刑13年 而苏汉廷担任区长的这个事件 是在2015年的1月 恰好就是在徐刚落马前两个月 不过从这些信息时间上来判断 徐刚出事之后 苏汉廷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仍然是当了5年的区长 不过有大陆知情人表示 在苏汉廷出事前不到20天 在10月21号的下午 福州大学全州校友会地矿环安分会成立 当天苏汉廷以全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身份 参加了活动 照片中显示 他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但是在福州大学校友会 当天发布的消息当中 却将苏汉廷的职务表述为 全州市政府办公室二级巡视员 也就是说苏汉廷当时 已经没有担任任何具体的实际职务了 根据我对中共官场的了解 一般说来 要是当了5年的区长 那么如果他没有问题的话 不大可能从这个位置直接让他退休 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通常会在中共的人大 或者是政协这样的橡皮图章 或者是花瓶机构里边 安排一个闲职 过渡几年 然后再退休 但是苏汉廷 却被职降到了 政府办二级巡视员 显然不合福常理 我们知道反常背后必有妖啊 那这个妖究竟是什么呢 在中共国里边有多少类似的妖呢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并且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当然需要您加按小铃铛 我们上传新节目您就会收到提醒 如果您想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帮助我们把声音传得更远更广 让更多人听到真相 还可以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同时也可以到干净世界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蓝莓油品这个网站 是非常好的网站 我们是长期合作的伙伴 这里面的商品呢 目前已经有几十种了 产品质量全都有保障 全都是保真的 而且呢 全网价格最低 您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 网址就在视频下方 希望大家能够保存下来 蓝莓油品的网站 这样呢 以后您购买的时候 只要输入折扣码 XWKD 就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了 而且全网购满70美元商品 美国境内是免费包优的 好了观众朋友 再次感谢您 咱们明天 咱们明天再会